Hey Siri 用30个字写一篇关于iPhone的文章 超级模式 用30个字写一篇关于iPhone的文章 iPhone是苹果公司开发的一款智能手机 运行iOS操作系统 具有高品质的硬件和软件性能 未受人的喜爱 回答完毕 请继续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iPad Tech 看了刚才的演示 你是不是也想把你的Siri 接入ChatGPT变成超级Siri呢 那接下来跟着我的步骤 这一切将会变得非常简单 OK Let's go 首先我们讲一下实现的原理 其实这个并不复杂 我们主要用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苹果自带的Siri 另外一个也是苹果自带的应用 叫做Shortcut 也就是快捷指令 其实在我之前有关Apple Watch的视频里 有很多次都提到了快捷指令这个App 所以快捷指令这个App真的非常好用 大家一定要学起来 当然了 来自OpenAI的ChatGPT 同样是非常重要 所以简单来说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 将ChatGPT的API接入Siri 让Siri变成ChatGPT Siri 那要怎么样完成这个接入呢 就是通过快捷指令这个App 运行一些程序的代码 然后让它完成这个接入 那很多人可能会说 我根本就不会写代码 我也不懂得开发 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写程序 对不对 其实我跟屏幕前大部分的各位都一样 我也不太懂代码 然后我也不会写代码 我也不是码农 但是呢 这一切的一切 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无私的大声 给我们做好了 这位大神叫做岳阳 然后他有把他这个项目叫 ChatGPT Siri挂到这个Github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简介 那首先呢 是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 那第一项呢 就是确保你的网络可以正常访问 OpenAI这个网站 也就是ChatGPT的这个网站 第二呢 那要确保你API账户下有足够的余额 其实这一点在当下并不是强制性的 因为每一个账号目前都是会有一个赠送的额度 不过好像是会在6月会过期 那等一下我会进到页面给大家看一下 OK那第三个要做的准备就是使用Siri启动快捷指令 打开设置 Siri回答 选择自动 然后也要开启始终显示Siri和你的对话 因为只有开启了这个设置的情况下 你才能知道你的语音是否被Siri准确的识别成了对应的文字 接下来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确保你Siri使用的语言跟你系统的语言是一致的 比如说我iPhone系统的语言是简体中文 那这边Siri就选择中文普通话 最后一点就是在Apple ID这边要开启iCloud云旁的功能 把对应的Siri和快捷方式都要勾上 这一点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 Apas Tech的淘宝店正式上线了 我们将会以苹果产品周边配件为主 品类也在不断更新当中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淘宝同名搜索Apas Tech Official了解一下 当你以上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下载这个大神的快捷指令了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版本呢 从1.0下已经更新到最新的是1.2.4 我们这边肯定是选择最新的版本 我们点击简体中文版 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这边会转到一个iCloud的链接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在iPhone上用Safari去打开 这边它会让你输入OpenAI的API Key 这边很简单 只要你有在OpenAI注册的话 你就会有这个Key 你在页面左下角User下面 可以看到API Keys 你这边可以新建一个Key 专门给这个用的 然后这边copy一下 OK你一定要记住这个Key 一定要记住这个Key 好输入刚刚的Key 这边可以直接下一步 那这边呢 它会让你选择TryGPT的模型 那一个是3.5Turbo 一个是TryGPT4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付费的话 那就选择第一项TryGPT 3.5Turbo 这个我们选择添加快捷指令 OK那这个时候快捷指令就被添加了 我们回到快捷指令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智能聊天1.2.4 我们点击它 这个时候它会问你说 这个快捷指令要获取 这个路径的权限允许吗 我们这边点击允许 因为它要接入OpenAI嘛 对吧 那接下来它又会申请剪切板的权限 我们这边还是允许 接下来呢 它就会告诉你关于iPhone的这个答案 我们点击完成 你还可以继续问他问题 我们这边不管 我们写完成就好了 OK刚刚走了一遍流程之后 我们该给的权限也给到了 那接下来就可以用Siri直接操作了 这边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做 就是把它的项目名字给改掉 我们直接点击这三个点 重新命名 这个名字就是你呼出Siri之后的名字 比如说我这边改一个哈哈 然后我们退出来 Hey Siri 哈哈 我在随时为您下牢 当你听到我在随时为您下牢的时候 这个时候ChatGPT就已经接入了Siri了 最早的iPhone是什么型号 请稍后 最早的iPhone是第一代iPhone 也称为iPhone2G 于2007年6月29日发布 并在同年7月发售 回答完毕 请继续 如果你要继续问他的话 你可以继续 是不是非常好用 非常智能 而且不止如此 如果你有开启iCloud的话 你在iCloud文件夹下面打开 Showcast 就是快捷指定这个文件夹 然后找到ChatGPT Log这个文件夹 然后后面有个日期的文件夹 这边包括所有你刚刚问的问题 然后他给你的答案 包括上面这个抬头 刚刚其实这个抬头我们是可以修改的 包括一些作者的信息啊 这些 那这有什么用呢 试想一下 如果你让带有ChatGPT功能的Siri 给你写一篇很长的文章 那一旦同步到iCloud上面的话 不管是你的iPhone iPad还是Mac 只要他们登录了同一个账号 那这个文章都会同步 而且他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只要进行复制张贴 或者是进行一些修改就OK了 不止如此 如果你用iCloud同步了快捷指令的话 那你现在Mac上的Siri 同样也是有ChatGPT的 超级Siri 我同样给大家演示一下 哈哈 我在 随时为您效劳 介绍一下NBA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那看到这边大家应该有猜到了 既然能够在iPhone上和Mac上运用 那iPad肯定也是不在话下 其实作者也是有说明啊 他是可以支持iPhone iPad Mac HomePod 还有CarPlay 那Apple Watch呢 我自己也试了一下 其实他也是可以的 不过他的成功率会比较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基本上你尝试十次的话 他只有一两次可以连通 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他的网络的问题 那这一点的话 我自己还没有解决 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 他的API现在是属于试用期 所以的话 你会有一些免费的额度 你可以从这个Usage这边可以看得到 你在免费试用的阶段 Free Trial Usage 这边有一个18美金 然后这边盗窃时间是6月1号这样子 那过了这个时间 应该就是要付费了 如果这个项目对你很有帮助的话 记得请作者喝一杯奶茶哦 OK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还有分享 那同时也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这是API STAG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